每年聖诞节,整个城市都弥漫着分享爱的味道 我们身边的轮舍,可不可以都经历一份无条件的爱呢? 就让今年十二月,爱不停留在教会的四面墙里面 由一份礼物开始,让爱走到社区每个角落 Boxing Love 打开爱是一个全港大型的聖诞礼物送行动 同心园连到一个最大型的信仰实践行动 每年大约有四百五十位弟兄姊妹一起参与这个行动 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来自超过六十间的教会 每年大约派发六百份的圣诞礼物 我们透过一些精心预备的礼物 弟兄姊妹就会走进社区接触我们的铃舍,实践我们的信仰 有一点我很感动,每份礼物都有名字 被人记着名字是很重要,被人记得它的需要是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Boxing Love 这个探访行动就是他们可以被记得 探访是一个很到辱去认识社区和认识不同的群体的一个媒介 其实透过探访我们才能够知道,听得到,看得见一些基层的朋友 或者一些有需要的群体,真正的需要和言貌 我最喜欢这里的探访之前就是有一起敬拜 下班过来也很累很累 但是每一次在敬拜之后都会有一种真的从上帝而来得力的感觉 然后就可以继续将这份爱与论社区传播 其实同心园就可以做到我们的眼睛 帮我们去查验到这个社区里面有什么需要 以至到它转介给我们认识的时候 我们能够更加有效地在这个社区里面成为生态 我们接触那些小朋友、家庭 他们都开始很熟悉的,尤其是小朋友 有些人直接说这是第二个家 走过路过都会回来 机构就像一枝火柴那样去研点 教会其实就像蜡烛 所以大家是给此配搭 才可以在这个社区里面去发光和被人见到光 圣诞节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跟我们街坊和民社去分享耶稣基督的大爱 不过如果我们的教会 不是只是邀请他们来到我们的报道会里面听福音 而是我们可以主动地探访他们 将礼物和耶稣基督带我和他们分享 他们的心是更加ready去打开的 所以我呼吁所有教会的弟兄姊妹 可以把握机会 和我们同心愿一起在圣诞节里面 推动这个boxing love的行动 希望每年都可以和大家一起 这样见证我们的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